它是把SUB給寫出來 所以SUB寫完之後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SUB請你貼在哪裡? 貼在這邊 然後把它貼在這個模組的下方 可以記得喔 所以上面是Function 應該沒問題 下方的話是SUB SUB執行的方式特別注意 它不是插入函數的時候 而是直接游標先放在這個SUB的中間任何一個地方 我記得就是SUB跟中間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按下執行這樣就OK了 一般我的習慣會把VBA浮動在上方 那你就可以看到下方執行的結果 OK 那你說老師那我還需要一個功能 就是清除掉舊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要寫一個清除 清除的範圍在哪裡 就是14到11103 Ctrl向下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寫一個SUB程式 是幫我清除14到11103 那如何敘述 其實很簡單嘛 寫法跟剛剛蠻得一同的 開頭的話 因為我要寫的是一個Function 不是Function 是SUB程式 所以你的開頭就是請幫我撰寫什麼 其實這一樣 請幫我撰寫這個VBA的SUB程式 頭一樣 然後尾巴不一樣 後面的話是清除 清除什麼 清除12 14 到的話我用冒號 14冒號 1100